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隆市游轮港口城市 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观光客 市长谢国良与都发处长谢孝坤 在事务会议记者会宣布 将推动市容整洁政策 呼吁违法搭设木架 应驾的所有权人先自行拆除 后续市府将展开查报作业 维护市容整洁 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邮轮观光客 市长谢国良既推动干净家园 与行人友善政策后 再推动市容整洁政策 希望让各地的观光客 对基隆有好印象 提升市民的居住生活品质 那我们今天推的政策是 市容整洁 这个是既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厚 我觉得很重要 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我们在城市里面 还是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 银架 木架 这个违法搭建的广告物 淋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那这个议题对基隆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会分短期跟中期的方式 来推动 短期之内我们会把 这个现在随便搭理的木架 银架 这样子的广告物 会通知业主 希望他们能够自行处理 然后 未来在城市 在棋楼 在公共空间 到处堆放杂物 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们也要慢慢的 跟各区的区公所 跟区长 大家来共同 来思考改善 那中期我们会请 突发处 也会去研理 这些中期广告物 一个设置的 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但是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短期跟中期 我们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让我们的城市 变得更整洁 更干净 让大家居住的 更舒服 更安心 那我首先说明说 这个违规的这个 樱幕架 其实它的这些乱搭 其实第一个 当然最严重 就是造成我们整个 市容景观的这个观瞻 就不太的这个漂亮 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它在行车 它有一些都会 搭建在这个重要的 我们一些路口 那也影响我们 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 那第三个 可能比较严重的 如果它有接近 一些建筑物的话 可能也会阻挡到一些 这个建筑物的 逃生的通道 也会影响这些公共安全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推动 就是说短期的部分 我们呼吁 就是说现在有一些 违规使用的 这些广告的这个使用人 或者是建物所有权人 那就是请大家 先自觉性的 可以先把它拆除掉 那后续呢 我们会开始来做一个 查报的动作 那其实依照这个 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 4万到20万 所以后续我们会开始进行 这个查报的一个 这个作业 罚则 对 罚则这个也让大家看到 就是依照这个 建筑法的9513条 那刚刚市长有提到 其实依法是需要来申请的 那不过目前大部分 都没有依法来做申请 那所以后续我们查报以后 可以依照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来采罚这个 4万到20万 那不过后续 当然这个我们要建立 这个很重要就是 建立民众法治的观念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相关的 这个邀请相关的 这个广告商工会等等 我们来宣导 如何来协助 如果有需要来设置 这个合法的这个广告物 如何来做一个申请 那这个我们会跟工会 来做一个配合 那所以这部分 前期的部分先做宣导 那也请这个相关 有这个违规使用的 这个广告物的这个使用者 或者是建物 或土地所有权人 那就请自行拆除 那后续如果 借其不拆的话 我们不但可以裁罚 那如果我们后续要 进入到强制拆除的话 还可以跟这些 相关的违规者 来收取必要的费用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表示 尤其重要路口等交通热点 常见违法的 木架 樱架 妨碍市容景观 甚至也影响 建物的逃生通道 市长谢果良表示 目前是宣导期 呼吁违法设置 木架 樱架的所有权人 先自行拆除 后续市府也将展开 查报相关作业 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的市容 更整洁干净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议长童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和基隆市 在地媒体记者 到台北市著名的 北投温泉区 某个秘境行程 践行参访 也听取在地导览行程 虽然基隆市 不像北投区 有温泉加持 但地形类似 因此政府议长 分别提出自己的建议 及看法 要和基隆市政府 一起努力 持续发展 基隆观光 走在两旁树木林立 蜿蜒又上坡 又得爬十阶梯的路上 如果不说 可能不少人会认为 这是在基隆的某处地点 践行爬山呢 其实这里是著名的 台北北投温泉区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 贴心安排下 特地和议会 民政 财政 建设 以及教育 四组审查会 委员政府召集人 市议员陈明健 于三发 张浩瀚以及张耿辉等人 陪同基隆 在地媒体记者好朋友 到台北市 北投温泉区 践行参访 也听取在地导览 虽然基隆市 不像北投区有温泉 但是地形类似 而且基隆也有 在地饭店和餐厅的 各项特色美食 因此议长 佟子伟和副议长 杨秀玉 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认为他山之石 可以攻措 基隆市议会 和基隆市政府 一起努力 持续发展基隆观光 我们基隆虽然物地小 但是我们七个行政区 都有不同的特色 像我们七堵区 有很多休闲农场的DNA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农场 那我想我们政府议会的角色 可以来协助争取 譬如说道路 铺设 观光的导览 或者是农会 渔会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的休闲农业 可以加持 复合式的产业 我想现在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在游轮复苏之后 像暖暖区 我们也有农场 然后也有这个布道 等等的都可以一路来 其实也可以跨县市的 来合作开发 让这个古道啊 都可以让大家来参访 然后可以讲一些历史文化的意义背景 那像我们仁爱区 我们仁爱区现在就是游轮复兴的地方 那甚至 我们每个区都还有一些炮台 我想我们的炮台巡礼都在山坡上面 因为过去因为高地的关系 地形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优势 但是我们现在要 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道路 然后还有方便的步道 我想这个步道是很适合这个爬山的人 然后也可以顺便参访我们的古迹巡礼等等 那因为我们的腹地比较狭小 山坡地有时候开发福异 所以我想我们政府跟议会 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来协调 跟民众协调 跟全属机关来协调 那我想这个协调完整以后 比如说仁爱区的这个石球岭炮台 它很适合作为一个百万夜景的一个根据地 因为它是环山 也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它的地形优势是独特的 那我们有很多特色在各区都可以做开发 然后可以做参访 我想我们接下来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刚这个从这个山下沿路上来 发现到说 这里等的地形跟基隆的这个 尤其是我们七谷区这个山区的地形 有点雷同 那我发现到这边这个春天酒店 这里它的主题就是温泉 那也让我联想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七谷区山区非常多 尤其是在马林 尤瑞 包括江子疗山 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 针对七谷区的条件 因地质疑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 类似台北基隆的后花 台北基隆七谷的后花园 可以种植一些植物 花花草草 吸引一些这个观光客 怎么样去就是说规划这一块 带入这个观光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当然也需要我们市政府要去招三明治 怎么样去观察地方的条件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浪费这个我们大自然 给基隆市七谷区这么好的天然之源 如果好好地去规划的话 我相信未来基隆的七谷 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景点 议长童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也认为 基隆市不少地区和北投区地形类似 虽然没有温泉加持 但是山林景致和人文特色更胜北投 比较缺乏的就是如何用兼具神秘 又有故事性的方式包装在观光导览里面 增加民众到基隆的旅游兴趣和深度 也可以在特定景区规划植栽四季不同的花卉 营造出不同的景致 可以让游客拍照打卡当网美 强化游客的性质 另外导览员也说 近年来有许多喜欢在户外攀岩的民众 会到镜头上北投区这种山壁攀岩 或许新的基隆市政府团队也可以动动脑筋 评估在基隆市当地点尝试规划准许类似的运动 吸引不同族群的运动爱好者 也来基隆运动兼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薪水追不上房价一直是年轻人的痛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会逐年增加设宅数量 另外也提出了七项对疫情后的房屋租金补贴优化做法 同时将设立七年购物基金 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早日实现买房目标 为了抑制高房价 政府除了严打草房投机行为外 推动社会住宅也是重要的做法 内政部长林又昌在视察驻都中心业务时强调 政府要打击短期投机客 也要鼓励长期投资者 因此针对社会住宅部分 希望把民间的力量与政府的设宅政策整合 希望逐年增加社会住宅数量及多样性 这样子我们的能量就可以扩大 就不只是我们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群体推动 我相信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企业 包括团体都非常愿意跟政府站在一起 让我们的住宅的政策以及生活的品质能够提升 让整个国家的生活环境也能够得到提升 而为了在后疫情时代提供有需要的民众更多帮助 内政部方面也推出房屋租金补贴金额提高 对象放宽以及中产以下支用住宅贷款户的支持方案 其中租金补贴将扩大纳入18岁以上 及学生租屋族 2023年开始我们会随到随办 此外呢救护能够直接我们给予陆续的一个补贴 未来要申请的这个租屋人呢 他免付房屋与房东的证明资料 那这一点也可以让过去所谓的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的这个民众 在这一点上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方便 此外我们也放宽了适用房屋的一个范围 会以房屋税跟地震资料来进行比对 没有资料的人可以以切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另外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这个补贴的日期 会从合格家户他补贴申请那一天开始来进行补助 此外我们也纳入18岁以上的租屋族 也就是你18岁你大学一年级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次的租的一个补贴 此外我们也纳入教育部弱势学生的这个租屋的需求 学生未来所得到的一个租金的补贴 可以比过去增加一倍 刘昌海透露内政部正在研拟设立青年购物基金的机制 让有购物需求的青年透过自己的努力 加上政府的协助 在一定时限内存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 他透过他自身自己的努力储蓄 以及政府制度性的一个协助 让他可以在一定的年限里面 去得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我想这一项政策将会稳定未来 我们年轻人对于购物的长期的期待跟需求 刘昌海博士外界所谓劫负济贫的批评 或是有排富的限制 强调政府本来就有责任协助民众 因为在过去三年这个疫情的一个时间 很多的中低收入的民众 还有包括甚至我们的中产阶级 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而政府有责任来减轻大家的压力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不是补贴 不是劫贫济负 而是帮忙有需要帮忙的人 刘昌表示完整的住宅政策规划 将先向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 讨论拍板定案后 预计周四行政院院会后公布 需要能更全面针对问题 切中要害的一提一提解开 纠缠复杂的住宅问题 让国人住得起租得起 并能用合理价格购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而针对内政部长林又昌推出的租金补贴 房贷补贴等住宅政策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正面看待 能够帮助年轻朋友与就业民众 针对内政部长林又昌推动住宅政策三支建 包括扩大租金补贴 房贷补贴 与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正面看待 现在的房价以现在十几年 年轻朋友都没有涨的薪水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林部长跟内政部开始推动一些政策 不论是买房的补贴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正面 开始帮助年轻人也好 帮助这些社会这些就业人士也好 我们是正面看待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林部长 能够在这方面的住宅政策的政策 能够推动的更顺利 替年轻朋友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非常正面的看待这些住屋的政策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对未来感到失望 以及后续不婚不生的少子化危机 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安问题 期盼中央与地方合作 务实的帮年轻人来解决住宅相关问题 这样台湾社会才能够有更多的幸福感 让大家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公益协会在礼监市受证典礼上 颁发国小国中学校安心就学奖助学金 希望借此帮助有需要的学童 市长谢国良与副议长杨秀玉 也亲自到场鼓励与肯定 同时也用歌声传递温暖的力量 期待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由12所校长们代为接受的 安心就学奖助学金 来自基隆市公益协会 本次我们总共的颁发了 12所的弱势的学校 每所学校捐赠1万块 作为协同的一个助学金 或者是营养午餐 以及协会的一个支出 让校长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 感谢监政人士能够来完成本次的活动 更希望借由此次的一个活动 达到抛砖领域的效果 让校方自由运用的奖助学金 可让有需求的孩子们安心就学 深受好评 校长们至上谢意 长期以来公益协会 非常注重关怀弱势这部分 那我今天也很荣幸 能够代表学校出席 那也谢谢公益协会 林里市长率领的会员们 对我们的照顾 每年他都会赞助一些学校 清寒及弱势的孩子赞助学金 那提供这样的赞举呢 发挥他的爱心 协助这些孩子能够 安心就学的机会 那让孩子有发挥成就感的舞台 谢谢基隆市的一个公益协会 也让这些孩子可以得到 更多学习的机会 市长谢国良及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到场 感谢公益协会 常年关心基隆地区弱势学童 善举温暖人间 他们平日呢 就对基隆这很多弱势 跟很有意义的活动 贡献良多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 那这次过来 是一方面祝贺 一方面市政府 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公益 我觉得做公益 是让这个社会产生正能量 而且让很多的年轻人也好 我们一般的社会人士也好 可以更感到温暖的一种方式 因为帮助别人 其实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在这边也很谢谢公益协会 对这个社会的帮助 谢市长他就是要打造 基隆市成为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我也很深信谢市长的一个发心 那我们有爱 就是从每一个人自身做情 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一个真善美 让基隆市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我觉得是从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努力 我相信未来基隆市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市长一曲祝福 温暖现场 你和我重复在灿烂的期间 期待更多人士共襄盛举 让孩子们在求学的阶段 能安心的奋发向上 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土耳其地震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台湾人发挥爱心 经用一摊小吃摊业者 率先自掏腰包捐出一万元 顾客也纷纷捐钱 老板说自己最大的快乐 来自于顾客的信任 热腾腾的大肠面线 在寒冬里吃上一碗 好温暖 但更让人暖心的 吃着吃着的爱心捐款箱 上面写着土耳其加油 就这样子大家就大大捐一下 因为那有剩的领选就多捐一下 尽管是小本生意 要卖出一百五十万 才能赚到一万元 但老板二话不说 带头捐款 带头啦 带头坐下 然后自然 因为你有的人五十一百 他也不好意思去捐 但是我们击杀成塔 就起来就一笔就很大笔的钱 只见这位太太捐出百元超力挺 而立头年轻人 更是低调塞了几千元 深圆土耳其的小小捐款箱 短短的时间 就已经被民众的爱心 塞得满满的 想说早上骑车都会经过 就赶快就不要浪费时间 做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尽绵薄之力 这个人都在公益 平常十几年都在做公益 其实老板坐爱心 已经行之多年 周边店家都知道他的意举 拿出一整本爱心的账目 里面寄的满满每一位爱心的捐款 募捐的款项更是多达一百五十多万元 主要是捐给育幼院和企志之家 因为客人信任你 因为他买东西有带东西回去 可是他投下去 那笔钱就是让无用 他绝对信任你 他才会投钱进去 所以那是最大的快乐是在这边 得到客人的信任 他都会进那个雇幼院 他挡住我 他这个人都在公益 平常十几年都在做公益 只要人家投入这个爱心之家 他如果存起来 每个月就寄给四个团体 而且他本身很有爱心 每个月都是叫客户兼任 他自己就先提倡 他自己要兼多少 让客户有爱心的人士 一直跟着他家进来这样子 每个年每月都是 哦 差不多的 老板说每笔款项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能够持续的做爱心 全来自每位捐款者对他的信任 这次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伤亡惨重 台湾小小摊贩 用自己的方式 帮助土耳其 早日度过难关 记者黄少鸣 金融秦伦湖停车场旁的 蒸汽火车头竟然冒出烟 有网友在网络po文及影片 主管单位北关处检视后 指出火车头一切正常 也没有遭到破坏 究竟是手机拍摄的效果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引起民众热烈讨论 我现在在秦仁湖 民众晚上到前湖公园玩 意外在停车场 闻到浓浓一阵的烧焦味 还发现蒸汽火车头 竟然在冒烟 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座金融市政府保留的历史文物 已经几十年没有发动 怎么会突然冒烟 还有臭味 隔天一早 北关处人员到场 在火车头爬上爬下 怎么也找不出 到底哪里烧起来 我们也是从那里把那个烟烟车打开 也是没有东西 都没有东西吗 没有啊 但是所谓是从哪里烧 我们看里面也都没 都没有看到吗 都没有那些烧的东西 对不对 有人放里面在里面烧东西 或是在起火 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 我们常常来这里 从来没听 但我们都白天来了 不可能啦 不但这个火车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会生锈 那常常涂那个防锈油很臭很臭 这台蒸汽火车头 是CT271型 81年前出厂 全长20.9公尺 时速可以达到96公里 民国83年一道前湖展示 换句话说 老火车头已经停死了30年 现在传出展示火车头冒烟的影片 管理单位北关处说 真实性有待调查 坐边跟火车头里面都做检查过 基本上我们管理处 每天例行性的清洁工作 一定是环境清洁 然后同时检视一下火车头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 它这部分也是 当地游客里面比较注意的重点 对 然后我们一定会先检视那个状况 北关处接管 秦仁湖公园以来 这是第一次 对 这是第一次发生 那因为我们现场有装设监视器 那我们也会调阅一下监视器 看看就是能不能看到可能的情形 目前北关处已经调阅监视器 仔细在查证 只是停死多年的火车头冒烟的景象 也真的引发民众热议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台湾灯会在台北市各大展区 如火如荼的进行 吸引了无数人潮前往 不过有一个灯区 却故意把主灯及副灯 做得很不亮 更特别是它的主灯 绿宝盒还可以躺 一起来新一区有春皮 生态湿地公园 静静上灯 在台北市新一区 著名的四寿山脚下 这处古老皮膛湿地公园 永春皮正在进行一场 最不一样的元宵灯会 在新一区公所区长 陈冠林带领下 一进公园 先看到的是熊聚山丘上的狮子 紧接着是头上站着 白富殃机的老虎 还有以悠闲姿态 面对比档远跳群山 与101大楼的花豹 及横跨在围墙上的大象 这四座赋灯 让人印象深刻 也成为游客打卡乐点 新一区其实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有的四寿山 所以这一次 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的艺术家在设计 我们这个灯座的时候 它就特别把这个四寿的意象 虎豹诗像的意象 就把它融进来 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群山环绕 又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湿地的环境 所以它把很多这个自然的元素 当地的物种等等 通通都把它加到这里面 主灯部分也非常特别 和一般灯会的主灯不同 沉浸式的做法 不但融入永春皮 各个代表性生物 民众还可以直接躺在 编织层的主灯上 享受大自然 让身心都放松 我们这个是强调是 沉浸式的一个灯区 天气好的时候在那边 躺在那里是有机会 可以看到星星的 而且躺在那边 你可以安静的来聆听 我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包括很多的蛙鸣 虫鸣 甚至还有一些鸟叫声 这晚上永春皮湿地公园 真的是一个非常 很适合放松 也很疗愈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主灯还是副灯 规划信义区灯区的艺术家 用最低光源的做法 反射出作品的荧光线条 向最大幅度的降低 对永春皮周遭生态的影响 让这里成为全台北市最不亮 却也最洁人的灯区 我们是故意的 故意把它设计的这么不亮 原因是因为 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 自然生态公园 其实在夜间 很多的物种在这边栖息 也在这边繁育它的下一代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边 办灯会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有听到当地居民 以及一些环保团体 给我们的建议 那他们也很强烈地 在监督我们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个灯会 在做这个环境最友善 最低度干扰之下 能够跟这个环境融合 用最低光源的灯式 打造极富生动的灯区 也获得专家学者的肯定 透过线条的骨架 去做荧光材料 然后灯光的反射 所呈现出来的光 那这样子的光 相对上传统的那种花灯来说 它的灯光是比较暗的 然后比较柔和的 那这种低光度的东西 它放在这个地方 反而可以去凸显出 它的特色 心意区公所方面 还与林静 永春高中及松山家昌 合作制作与元宵相关的灯制作品 其中永春高中学生 透过镭射切割 制作出各式飞翔的鸟类剪影 希望吸引民众 一步步的走进 永春皮湿地生态公园赏灯 当初我们想以鸟类飞行的姿态 然后引领观众 进入永春皮湿地观赏里面的灯 心意区公所方面 还举办手机摄影比赛 自然环境导览 艺术品手作体验及讲座等 邀请民众一起来永春皮 生态湿地公园 感受不同于热闹传统灯会的 自然静谧美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